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6月26日 今天有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 剛剛醫管局員工陣線 宣布他們將會在星期四解散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警方早前拘捕了三名人士 涉嫌在網上鼓吹仇殺警員和售賣武器 當中包括一名14歲的中學生被拘捕 這名14歲的中學生成為這個案件上 最焦點或最關鍵的人物 稍後會討論這件事 第三件事要討論的都是關黑暴事 但就是如何制止黑暴 就是我們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局長 列舉香港將會面臨三大風險 亦期望盡快為基本法23條立法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這段影片分享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奮鬥 亦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開啟鈴鈴鈴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 就是剛剛最新鮮滾熱烈出爐的新聞 就是醫管局員工陣線宣布 他們在未來的星期四將會正式解散 這個醫管局員工陣線相信大家都聽過 而他們的前主席余慧明 現在都在監獄中就35家案件 正在坐牢還押 而大家一直都知道 醫管局員工陣線最知名最為名的 就是黑暴時期出來打著醫護的旗號去反政府 甚至支持港獨 而去到2020年的時候 我們剛剛爆發疫情的時候 醫管局員工陣線亦都出來造舟造成了一群黑醫護 很記得2019年的時候 由於這個醫管局員工陣線 他們不斷呼籲 慫恿醫護人員 參加一些遊行集會 甚至要上街去反抗政府 反對政府 導致在2019年開始 我們大量的警員甚至去醫院 都不敢被醫護亂接觸 又或者有時不舒服 都不敢去公立醫院 擔心遭到不公平的對待 而在2020年 封關的問題 甚至這群員工 醫護搞罷工的問題 直接令我們香港陷入一個慘況 我們疫情剛剛爆發初期 大家對於新冠病毒 對於疫情最新的情況 大家全部毫無認知 但醫管局員工陣線 竟然呼籲他們的員工一起去罷工 當然醫管局事後亦有追究他們 而醫管局員工陣線亦多次違反國安法 而他們的前主席亦正在坐牢押 所以醫管局員工陣線在上星期五 已經召開了會員大會 亦通過了解散的動議 而在今天就正式宣布公告 他們在未來的星期四章會解散 但在此我們也要說一句 就是你不要以為你解散了 就沒有法律責任 你解散了只不過是 你現在知道你的前途前景沒有了 但你之前所干犯的國安法 甚至一些刑事罪行 都會被追究 所以在此提醒大家 不想被人追究 不想被人抓去坐牢 不要犯法就行了 另外說完這件事要說第二件事 也要說一些犯法事 就是警方在昨天拘捕了三個人 這三個人分別在網上鼓吹仇殺警員 以及在網絡上出售武器 而警方的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就在昨天交代案情 當中譚警司出來交代案情直指 說警方一直有做網絡巡邏和情報搜集 不時留意到有人利用社交平台 網絡平台發布對政府官員和警務人員的惡意信息 先說他人使用暴力和犯法 包括煽惑他人是殺害香港政府官員和警務人員 警方亦留意到有人在網上宣傳和售賣武器 常用於非法集會的物品 間接進行違法的行為 所以警方經過深入調查 在昨天鎖定了一名22歲的本地男子 在天水圍上門拘捕了他 而拘捕他甚至要出動到重案組去拘捕他 而他被控以煽惑他人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罪 就在天水圍拘捕了這名男子 他報稱是電腦工程人員 在他家裡搜出了一些戰術背心 一條戰術腰帶和13支槍 而這名男子仍然被扣查當中 而當中除了這名男子之外 警方亦表示他們拘捕了一名14歲的中學生 這名中學生在網上售賣武器 當中包括伸縮警棍 阿叉和軍用匕首 而警方拘捕了他後 涉嫌以藏有工具作不法用途的罪名拘捕了他 據知警方查案件後發現 這名14歲的中學生 很大機會被人利用他作為中介人 去轉賣這些武器 這件案件比較關注一個點 就是這名學生是14歲 14歲只是初中 中二 三 但已經在網上售賣武器 我們政府以前經常呼籲做宣傳 切勿以身示法 不要幫黑社會分子 運毒品 運用非法工具 武器等等 過往亦有不少新聞出來 就是黑社會招攬本地的學生 去做非法行為 包括搬運毒品 販毒 這些是很嚴重的罪行 而在這群黑暴的圈子中 他們亦曾揚言過 找這些學生的報酬比較便宜 他們可以以幾百元或一千元左右的價錢 就已經引誘到一些中學生 去做一些嚴重違法的事情 因為對於初中生來說 他們對金錢的觀念是沒有的 他們不知道一千元是多少 他們只知道家人每個月或每日 都是十元八元的利用錢 但他們一次過有一千元 可以說是他們差不多半年的利用錢 所以這裡引致黑暴用廉價的方式 去吸引或招攬年青人 甚至初中生 去幫他們做違法的事情 這次同樣也是 警方的調查說這名14歲的中學生 很大機會是一個駁腳 也就是有人利用他 控制他 然後去販賣這些軍火 販賣這些武器 而背後的人更加可恥 他不單止破壞我們香港 利用2019年的黑暴事件 或者利用黃藍對決的事件 從中贊取暴力和出售武器 而他最可恥的位置 就是利用中學生對金錢概念的不清晰 更加找中學生看死鬼 據知警方正在調查幕後的主佬 接下來看看有沒有最新的進展 另外警方同時也拘捕了一名22歲的男子 在北角區拘捕他 這名男子涉嫌出售防毒面具和類罐 他在他家的住所找到七個頭盔 28個防毒面罩 68個防毒面罩的類罐和六支槍 在這次案件中我們看到 當中兩名22歲的被告 都是在家中搜出槍械 可見我們香港到現在這一刻 表面上我們風平浪靜 但事實上依然存在暗湧 大家必須要小心 所以在此再次呼籲大家 如果你發現你身邊有人 或者是在街上有些可疑的人物 甚至你發現你是開店的人 有人特意進來買一些可以製造爆炸品 或者甚至買一些可以傷人的工具 你覺得有可疑的話 必須要向警方舉報 警方早前也說過 不要怕舉報錯了 就算錯了也不要緊要 他們會查 不是真的犯法不會拘捕 真的犯法那些 如果是因為你的舉報 而令他被捕 而可以導致我們香港社會減少危機 你將會是香港的良好市民 更加會是我們香港的公臣 OK 說完這件事 想說最後一件事 最後一件事就要說說我們的鄧炳強局長 鄧炳強局長近日接受中申社的訪問 表示香港國安法頒布以來 在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下 香港已經實現了由亂轉治的過程 他表示當然風險仍然存在 表示香港還有三個風險是需要防範 到底是哪三個 鄧炳強局長就表示 第一 就是2019年的黑暴事件產生本土恐怖主義 當中包括孤狼式的破壞行為和襲警等等的罪行 第二 就是以小組形式出現的恐怖活動 例如製造爆炸品 在公眾交通投放炸彈等等 第三 就是一些外部勢力的入侵 包括利用代理人影響香港和國家穩定 鄧炳強局長就這三點有做解釋 而他亦表示 一旦有證據有人違反國安法 或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他們必定會嚴厲執法 另外亦要針對23條推動立法 補充國安法不可包含的情況 當中大家可能已經不記得23條和國安法之間的分別 但有一點是非常注意的 23條最主要不是針對香港市民 亦不是針對刑事罪行的犯人 23條最重要是針對在香港 透過香港這個地方對我們國家的情報機關進行破壞 又或是在香港以香港作為一個中心點 做一個情報搜集的外國間諜 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做的 所以23條接下來的立法 最主要已經不是針對我們要在香港 防止戴耀廷 黎智英等違反法例 不是這些 而是針對在香港的間諜 如果你問我 我可以這樣形容23條和國安法的關係 國安法是用來拘捕我們的漢奸 但23條是針對這些漢奸的上線 亦是漢奸和其他人去賣情報 或是去交換情報的時候 哪一個作為外國間諜在香港和這些人聯絡 就是要拘捕這些人 所以接下來我估計李家超一上場 第一件事就是要推動23條 在這個超強組合的強勁組合下 應該23條很快會面世 另外鄧炳強局長亦表明 說他要確保2019年的黑暴風波不再發生 直至2021年立法會已經通過電檢修訂條例 將國家安全放入電影審查的考量 而今年亦開始電話卡申命制 而在鄧炳強的角度來說 這些全部都是香港特區為維護國家安全出台的具體措施 要確保2019年的黑暴風波不再發生 這些修例或改例 其實的確是有助我們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甚至不要說維護國家安全 維護市民的安全也很重要 就算是電騙也好 黑暴也好 他們全部都是用太空卡的電話卡 我們電話卡申命制後 有效盜絕這群人 他們在網絡世界的匿名 更加有效保護我們香港市民 防止被騙和防止遭到黑暴的襲擊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令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下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